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八支热门粉底液的对比测评 整体的口碑都还不错 这几个粉底液我都已经使用过一段时间了 最少也有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比较客观的 如果你也对其中的一个粉底液比较感兴趣 而且在纠结,要不要买 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能够对你有一定的参考 今天大家介绍我的肤质 我是混干皮 夏天T区会稍微有一点油 但是两颊整体是比较干 而且我是敏感皮肤 接下来我就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说一下这每支粉底液的 首先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今天会提到的三支开架粉底液 都是非常热门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 Physicians Formula Healthy Foundation 色号是MCE 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大棒棒 在手臂上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质地和质感呢就是一个非常轻透轻薄的粉底液 非常好推开 非常地水润轻薄 推开之后呢 非常地自然 就和皮肤融为一体了 我之前有一支专门的测评视频 这个粉底液的测评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它的特点首先第一呢就是非常的轻透 非常的轻薄 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光泽感 非常适合你日常的妆容 比如说我想上班或者是上学 打造一种裸妆感 因为它的清透和自然呢 所以它的遮瑕力度算是中等偏下 很多的一些泛红 还有些黑眼圈的部分呢 会不那么容易遮掉 它的持妆力度呢算是三四个小时的程度吧 不会有很大的暗沉 但是过了三四个小时之后就是因为它和皮肤融为一体 因为它很清透嘛 所以就感觉妆面也不会像刚开始上妆的时候那么好看了 但是它在刚上妆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清透 非常自然 非常水润 非常有光泽 所以如果要一款适合日常的上班或者是上学的粉底液的话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个粉底液呢 如果在秋天冬天或者是春天又会有拔干的这种情况 但是我的脸颊 特别是眼下的这一块呢 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干 所以不适合干皮在春秋冬这三个季节来用 但是在夏天现在来用的话 我觉得它非常的好 这一支粉底液呢 我比较推荐干皮或者是混干皮夏天 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和它非常相似的另一个粉底液 是欧莱亚的Freshwear Foundation 这个粉底液也是被欧美美妆亲吹得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粉底液 那它刚刚我说的这个Physicians Formula非常类似 都是那种非常清透自然 日常的那一挂的 我的这个色号是25号 Ivory Rose 我觉得这个颜色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白 很正常的 笨头 它的这个游动性 非常的强 也非常的细腻 推开之后呢 是这样的 那这个粉底液呢和刚刚的Physicians Formula的非常非常的类似 都是主打非常清透的日常的遮瑕算是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下 有轻微的光泽感 而且两个的持妆力度呢我觉得也非常的相似 但是我个人感觉欧莱亚的这个粉底液用在我的脸上 会比Physicians Formula的那个容易斑驳的情况 特别是在两边的小毛孔会容易露出来 我遮瑕力呢我感觉不如Physicians Formula 所以这两个粉底液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价位呢也都是比较开价比较平价 如果你想要在夏天使用的话呢 我会比较建议你用Physicians Formula 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个粉底液呢 就是Melanie的三合一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和刚刚提到的另外两个支粉底液 就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了 Melanie的这个粉底液呢 因为从它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 它叫做conceal and perfect 遮瑕和完美 所以它主打的是一个遮瑕力 也是一个泵头 我的这个色号是00号 应该是它目前出的色号里面最浅的吧 那它打开之后大家看一下哦 和刚才的那两个就是完全不一样 刚刚都是非常水润非常有流动性的质地 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膏状的质地 推开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膏状吗 相比刚刚那两个而言 那这个就会比较有厚重感 推开之后呢就是遮瑕力度非常的浅 而且会有一定的膏状的这样的感觉 这个的妆效呢就是不是那种很清透自然的 它是可以看得到你化了妆的 但是整个是一个奶油肌的感觉 非常的漂亮 用它的话完全不需要用遮瑕膏了 但是这支不适合夏天 即便你是大肝皮你在夏天用也会觉得有点太厚重了 对于肝皮和混肝皮来说 如果你在冬天或者是秋天 用这支粉蝶的话会非常的适合 持久力度也OK 五个小时之后有轻微暗沉 但没有特别的暗沉的情况 而且上脸之后呢感觉还蛮舒服的 但是对于这个粉蝶呢我需要提醒一下 你如果你是敏感皮的话 有可能它会引起你的过敏 因为我在通常情况下我用它不会过敏 但不知道为什么哪一段时间 如果皮肤状态不是很好 我用它我的两边的脸颊 会有泛红和发痒的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非常敏感的皮肤的话 我觉得这个粉蝶你要谨慎的剁手 前两支像是Physicians Formula和Oliad 如果油皮在散粉控油的产品做好打底 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Milani的这个粉底 我不太建议油皮用 没有什么控油力 而且会感觉太过厚重 那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说几个专柜粉底 第一个呢就是这支It Cosmetics CC霜 这个CC霜真的是我的真爱 它的上脸的妆感非常漂亮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奶油肌 遮瑕力度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的滋润 一点都不会卡粉 一点都不会斑驳和起皮的情况 暗沉情况也非常非常的可控 就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但是它和刚刚的Milani 类似就是它也是一个高状的粉底液 而且呢它也是那种比较奶油肌的妆感 所以不太适合夏天使用 会觉得有点太过厚重了 这支如果在秋天和冬天使用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强烈的安利给干皮和混干皮 如果你追求高珍瑕 追求持久 追求奶油肌 而且有希望它不暗沉 不斑驳 不起皮 不浮粉 价位也非常的合适 就算是中等价位 这一支真的强烈安利给你们 打开是个这样的管状嘛 出来之后也是这种高状的质地 你可以看到和刚刚的那个Milani 非常的类似 但是它虽然是高状的 但是它的那种水光感非常漂亮 特别理解为什么这个粉底液 之前会那么那么的红 它真的表现非常非常好 这个粉底液我的色号是Fair 但是因为我是黄二黄三白 我来说太白了 所以如果你是黄一白的话 我觉得用Fair色号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黄二黄三白的话 这个色号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白 真的非常强烈安利给混干皮 这绝对是我最爱的粉底液 接下来的这支粉底液呢 也是我的最爱之一 是兰蔻的持妆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真的是 非常适合干皮或混干皮在夏天使用 它是一个哑光的 雾面妆感的粉底液 一开始对于干皮来说 我根本就不敢尝试这种粉底液 因为试用了这个之后 我马上就把它买下来了 因为它妆感非常非常的高级 而且在夏天用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干 但如果在秋天和冬天用它的话 还是会有一点点拔干的感觉 那兰蔻这个粉底液呢 也是遮瑕力度非常的OK 算是中高度遮瑕 整个妆感是非常雾面的 雅光的很高级的那种感觉 很干净很精致的那样 但同时呢它的持妆力度也非常好 不太会有暗沉 不会显毛孔 不会有太多的浮粉的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说没有做好保湿 在夏天对于干皮来说 可能会稍微有轻微的浮粉的情况 而且它持久力度也非常好 如果你是混干皮 或者是干皮 也想要找一个在夏天能用的 雅光的雾面妆感的粉底液的话 我真的强烈强烈的推荐这个给你们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非常好推开 与毛孔的隐形和修饰也非常的好 我觉得是任何肤日在夏天都可以使用这个粉底液 接下来的这支粉底液呢 也是一个网红粉底液 是Laura Mercier的 Ballets Aliance Reflecting Foundation 这个粉底液呢 它的整个妆感也是那种比较水润光泽的 水光肌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遮瑕力度呢算是中度偏上 之后呢是这样的 那这个的色号我选的有点太深了 这个是RNE一个质地 不是那种流动性非常强的粉底液 但是它非常的细腻 相比于像刚刚的It Cosmetics CC霜 还有像是蓝后的持妆粉底液呢 它感觉更细一些 水润一些 更薄一些 厚重感没有那么强 非常轻透轻薄 有一个光泽感 水润感这样的粉底液来说 它的遮瑕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它的持妆力度OK 不太会有细皮和斑驳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在用它的时候呢 我两边鼻翼的毛孔这块 有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明显 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左右呢 会有轻微的暗沉 但是整体还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状态 那干皮或者混干皮在用它的时候呢 也一点都不会觉得干 所以这个粉底我觉得如果是你追求一个 比较中高度遮瑕的 还想要水润的光泽感 这个我是非常强烈的安利给你的 而且在夏天用 即便我现在使用呢 也一点都不会觉得厚重 是比较自然的粉底液里面的 遮瑕力比较高的 下来要提的一个粉底液呢 就是香奈儿的柔光时装粉底液 那这个粉底液呢 我也有一个专门的视频 来测评和给大家试用 它的整个的表现呢 其实我觉得和劳拉的这个粉底液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两个都是属于那种清透的那种感觉 虽然香奈儿呢 它号称是这种哑光时装的妆感 但是我身上眼之后 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哑光 非常雾面的妆效 它不像蓝蔻的粉底液的 那个哑光感那么强 你皮肤上本身自然的光泽 依然是会保留的 很像这个劳拉的粉底液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粉底液的 整个的妆感和妆效 非常非常的像 而且持久力度呢 都算是中度持久力吧 持久力都算是一般般 那它的好处都是非常的清透 非常的自然 一点都不厚重 不会让皮肤感觉很有负担 那香奈儿的这个粉底液 比劳拉的这个粉底液呢 涕地更加清透一些 那相应呢 它的遮瑕力度相对也弱一些 这就是这两个的主要的区域 其实整个的妆感和妆效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类型 那香奈儿这个呢 我再给大家试一下 是劳拉的 香奈儿的 这边呢 是劳拉的 这是香奈儿的这个 你看有多水润 非常细腻 非常水润 劳拉的这个呢 比香奈儿的稍微稍微厚 那么一点点点 所以它的遮瑕力度 也比香奈儿的高那么一点点点 但是两个在其他方面表现都非常的像 经费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选择劳拉的这个粉底液 而且它的遮瑕力度也更强 香奈儿的这个粉底液 各的细腻感和日常感 光泽感 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非常适合干皮 在一年四季 好了那最后要说的一个粉底液呢 就是Hourglass的粉底条了 非常抱歉 今天忘记把它给拿过来了 粉底条呢 我也有一支专门的视频来作品 我今天呢就简单的来口述 跟大家说一下 Hourglass粉底条呢 它的遮瑕力度非常非常的OK 上面呢是那种非常奶油肌的感觉 有一种非常轻微的自然的光泽感 所有的这几个粉底液里面呢 它的遮瑕力度 应该是仅次于蓝厚的遮瑕粉底液 和It Cosmetics的CC霜 使用感也非常好 一点都不会干 一点都不会起皮 不会斑驳 不会浮粉 梅泰油暗沉 表现是非常优秀 非常适合干皮混干皮在一年四季使用的 而且它虽然是一个粉底棒 但是它并没有那种非常厚重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在夏天用也是可以的 发挥非常稳定的一个粉底液 好啦那整个的粉底液的测评就这么多了 下来呢我跟大家简单的来重述一下这几个的特点啊 如果你想要一个清透自然的光泽感裸妆感 不需要太过遮瑕 也不需要太高的持久力 我比较推荐Feditions Formula的Healthy Foundation 那但是这支粉底液如果你是干皮 秋天冬天和春天用会非常非常的干 但如果你想要在夏天用 我会比较推荐Feditions Formula的这个粉底液 如果你想要追求高遮瑕 希望持久力度比较强 想要一个奶油肌的这样一个粉底液呢 我会比较推荐Hourglass的粉底棒 还有It Cosmetics的CC霜 但是It Cosmetics CC霜呢 比较适合在秋冬季节使用 在夏天用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厚重感 Hourglass的粉底液呢是一年四季都会用 那如果你想要一种光泽的水润的水光阶的感觉 那同时呢有一定程度的遮瑕 而且想要一个专会产品的话呢 比较推荐的是香奈儿的持妆粉底液 以及劳拉的保湿光泽粉底液 这两支粉底液的各方面表现非常非常的类似 是干皮混干皮一年四季都会用 如果你想要夏天用的比较雅光妆感 高级妆感雾面妆感的粉底液 你是干皮混干皮 甚至你是油皮混油皮的话呢 我会比较推荐蓝厚的持妆粉底液 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 打光的粉底液